今天因为宣教大会 我看到我们的宣教士也一起唱了赞美 我们看一下圣的话语 马太福音28章 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十一个门徒往伽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奉附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 今天是北美洲一起 唱赞美向神先生的荣耀 美国有我们的宣教士在那里做事工 越是强大的国家 属灵问题越严重 所以各位真的要去做祷告 以及太平洋 澳大阳州 大西洋州 有很多的落后国家 那么落后国家也有它的 另外属灵问题 真的 祷告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一起为他们祷告 以及我们教会当中 有大西洋州 新西兰州 那么在大阳州当中 总共有14个国家 我们真的希望各位为这样的地区祷告 还有需要拜托各位做祷告的一个内容 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聊天室当中 也有这样的内容共享 下一周呢 有宣教士合宿训练 就是周三周四 周五呢 有世界宣教大会在德平举行 全世界以及韩国内部 是对宣教有沟通的一个重要时刻 也就是下一周主日的时候 我们主日礼拜 成为一个宣教大庆典的主日礼拜 总务长老已经在聊天室当中 跟大家共享了这一部分内容 所以呢 我们教会不分一部二部礼拜 那么所以下一周主日礼拜的时候 是在九点钟进行本部的去功课信息 然后呢 十点的时候 我们通过我们教会的讲台 也是向着全世界去宣告 世界宣教大会的信息 通过下一周到主日当中 要进行的宣教庆典活动当中呢 希望所有的宣教士盟到力量 他们所在的现场 黑暗望楼击溃 真的能够设立更多的望楼 就像今年宣教大会的主题一样 望楼的平台 能够在二三七国家 五千种族当中去建立起来 希望大家为这个期间的主题去做祷告 那么赞美队呢 在一部二部的时候 我们会去唱赞美 也希望大家记住这些内容 下一周主日午餐之后呢 也要进行我们教会自体的宣教大会 真以如此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享受 这个部分内容 也为此去做祷告 还有一个就是 4月29日到30日 我们教会也在做着这个准备 也在确立这些行程 大丘庆北的传道camp 是以我们教会为中心 要去进行南部视听这一区域 所以我们能够真的在施工当中 有施工者的准备 以及现场的准备 施工的准备 愿通过这个期间 能够黑暗击溃 基督的光发射 所以能够树立门徒 成为珍贵的寻找黄金鱼场的祝福 希望大家做这样的祷告 那么今天晚上呢 就是在宣教大会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就是什么呢 宣教一致 首先呢 神的计划是呼召了软弱不足的我和各位 我们不仅软弱 但是没有关系 神呢 树立我们为门徒 医治世界 救活世界 这是神的心愿 正因如此 每一个时代 当然神使用了有学识的 使用了有能力的 但是呢 我们发现 门徒这些主要是什么样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渔夫 是村民 他们这样的软弱 这样的不足 但是却显明他们 让他们成为门徒 通过他们每一个人 医治世界 使用他们成为救火世界的人 我和各位是在这祝福的计划当中 被呼召的 我确信这一点 正因如此 宣教 有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几个含义 第一点 我所在的这个现场 我所在的这个现场 要去找到神隐藏的门徒 医治 且要去救火 这是神的心愿 那么我所在的这个现场呢 不信者 因为我要得救 而且我想在的这个现场 现在世界的现场 对吧 我在这样的一个现场当中呢 实际上 有很多的多民族 来到我们的周边 这些人 因为跟你们的见面 所以福音被见证 然后呢 通过这些多民族 去救火一个国家 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分明的就是 这些不信者得救 多民族能够福音化 确立救火一个国家的时候 那么通过这些人 神什么会倒塌呢 黑暗会倒塌 而且呢 神的国会领导 在去到很远的地方之前 首先我所在的地方 我的周边 神愿这些事情兴起起来 如此看来的话 那么现在 我们的现场 为什么不断地辛苦 艰难发生问题呢 就是什么 以赛亚说六十章一节 兴起发光 因为耶和华的光 已经发现照耀里 兴起发光 我们拥有福音的各位 没有兴起 所以这个世界 越来越艰苦困难 越来越被黑暗所掌控 所以呢 我自身 想要因为话语被医治 得力量才可以 直到地级要做见证 做宣教之前 我要在我的现场 神愿我们先去享受这一部分 第二点 地级 我们要去到的地级 分明神通过神的绝对计划 就是让我和各位 要去做宣教 这是神的绝对计划之中的计划 正因如此 我们所有的一切 神要把它们使用为证据 我们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啊 事件啊 问题啊 困难啊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 有疼痛 有泪水 但是这一切 神全部要把它使用成为证据 当我们进入传道宣教当中的时候 神把一切全部都使用为证据 各位 如果你们在传道当中 如果说你们心里面 忠心怀抱着宣教的话 那么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希望你们相信将来 必定会成为证据 因为我错误地看到 才会被问题欺骗 真的不是的 我们通过话语 持地应许 若在传道当中 那么我所有的一切 神通过这一切会怎么样呢 结果会通过这个 会成为证据的 所以某一方面来说 复活的主 在升天之前 赐给门徒的使命 也是祝福 那么就是什么呢 世界福音化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 马太福音28章 18到20节的话语 直到地级要做见证 神让我们能够担当这个事情 所以拿着天上既下的权柄 常常与我们同在 这也如此 各位心中要怀抱的是什么呢 传道与宣教 你们心里面一定要怀抱 神这样绝对性的进化 那么你们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会成为他日的证据 现在可能是让我泪流的问题 可能是我没有办法言语的痛苦 但是呢 如果我心里面怀抱着宣教的应许 那么神会让我曾经流泪的事情 曾经痛苦的事情 到后来会发现 神原来是为了这个事情 赐给了我问题啊 全部都会是成为证据的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心里面要怀抱正确的宣教 正确的宣教 当然拿着救助也可以去做宣教 也很不错 拿着某些活动形式去做宣教 也不错 因为要做嘛 但是呢 一说宣教的话 然后 有钱的时候 人们就会说 有钱的干扰他去宣教 当然 我们是应该要去宣教 那以前的时候是 强大的国家 去到消禄 薄落的国家 他们也是侵略 然后也做捐助 也是宣教 但是 这在什么面前 是正确的宣教吗 我去 非洲的时候 一起做过短期的宣教 但是 去到这个地区的时候 发现 宣教师都没有力量 为什么呢 刚开始 他是拿着 泰拳道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到 宣教 现场做宣教 当然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道具 因为在全世界 都认可 韩国的泰拳道 所以他去到现场 去做宣教的时候 很不错 但是他的中心 是不正确的 虽然说 要拿着泰拳道 去宣教 但是后来发现 越来越艰难 然后他的妻子 也有属灵的问题 宣教师的师母 没有办法 在那里存留的程度 后来回到了韩国 所以宣教师 如果在这里 去宣教的时候 如果没有属灵的力量 各位要知道 宣教师 在现场 也会受影响 也会有属灵的问题 师母去到现场 丈夫呢 拿着泰拳道 要去进行宣教 去教他们泰拳道 但是呢 发现 没有门徒兴起 然后呢 看不到前方的路 所以师母 在这样的现场当中 属灵问题产生 然后只能回到韩国了 然后后来宣教师 怎么样呢 对于宣教 只能投降了 我们当然拿着 这种帮助啊 救助 也可以去宣教 也可以打开宣教的门 但是最后的目标 不能是救助 泰拳道 是个很好的技能啊 将来 节目的部分 我跟大家讲 就专业人员 去做宣教 很好啊 有这种专业技能的话 去做宣教师 只是成为牧者当中 要是的话 所以某一方面 是有更多的好处 更多的方便 但是如果不带着 正确的宣教的话 去那里 就反而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宣教 是什么呢 我们要有正确的宣教 东西 宣教是什么呢 解决那个现场的灾殃 这才是正确的宣教 不是你做了救助 就能够解决现场的问题 不是给他们饭吃 解决他们灾殃的问题 你叫他吃 给他派玄道啊 叫他吃 给他饭吃 那就能够解决属里的问题吗 不是的 你拿着什么一些 活动啊 行事 也可以去宣教 但是这个实际上 能够解决灾殃的问题吗 解决不了的 正确的宣教是什么呢 看到现场的灾殃问题 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叫做宣教 那么除了福音之外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明白这一事实 除了福音之外 这世界宣教现场 所有的问题 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 除了福音之外 没有其他的方法 正如此我们要知道 宣教的现场需要什么呢 唯独基督 唯独基督 宣教是要拥有的答案什么呢 就是这个一点 当然为了开门 我们可以各样的方法 但是呢 多少程度的唯独福音 多少程度的确信 在这个现场的话 神会因为这一点加钱人给你 我们教会刚开始做的是 日本做的宣教 为什么我们偏偏要做日本的宣教呢 而且当时日本的物价更高 我们教会刚开始就是做日本的宣教 花很多的钱对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教会在日本宣教当中 宣教律史当中 所以我们教会蒙受了很多的宣教应语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向着全世界派遣了很多的宣教士 而且有很多的宣教士一同协作 有了很多的宣教现场应语 这个开始就是从日本的宣教开始 我们以为只是救活了日本 但是发现通过这样的部分呢 我们教会被神珍贵的使用 在前锋做很多的宣教 为什么偏偏是日本呢 刚开始对吧 需要花更多的钱 韩国跟日本之间有这种不太友善的关系 韩国人一说日本的话就特别厌恶 就必须要赢日本的 如果说跟日本有什么比赛的话 韩国人一定想要赢日本 那么为什么偏偏要去对日本做宣教 对吧 我无法遗忘的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 若不向日本宣教 若不向日本传道 十年之后 日本的灾秧 就会临到韩国 我无法遗忘 元老牧师曾经讲的这段话语 他跟我们讲日本宣教的理由的时候 就是这一点 我们为什么要做日本宣教 若不向日本做宣教 那么日本现在这些灾阳问题 十年之内就会进入到韩国 那么我们的后代该怎么办 现在我们看看不是十年对吧 我们说一天都算长的 都不需要一天的时间 全世界这些属灵的部分 已经成为了什么呀 完全全球化 无论是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同时产生啊 不算是什么十年五年 正经如此 宣教是要在现场 蒙受正确的引导 就是知道我有福音 才能够击溃现场的黑暗 这才是正确的宣教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宣教 神在寻找这样的教会 我们不是做世上所认为的 某种活动 不是像别人 像现场去派遣很多的人 做救急 去帮助 我们要知道 现场是讲基督 唯独这一点 我们要去派遣这样的宣教士 神也在找着这样的教会 所以我和各位要去祷告 直到主在灵纳一日为止 在所有的宣教现场 我们唯独宣教福音 宣教基督的福音 去击溃现场所有的黑暗 我们拿着唯独福音 去准备的时候 那么就会有 需要唯独福音的人 唯独福音的国家 与我们见面 门是神去打开的 正因如此 我们的教会 在主来临那一日为止 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蒙受到 真正正确宣教的应允 我们刚开始 做了日本的宣教 对吧 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结束的果子怎么样呢 不仅是日本的 通过哈那教会 全世界看到我们 享受的宣教应允 我们这样看来的话 我们为日本的这个先生 就只是为日本吗 不是的 是就和我们 是救过我们的后代 显出这样的做工啊 所以 哈那教会 在珍贵的宣教 事工当中 被珍贵使用 那么我们教会 在这样的恩典当中 所以蒙受了神赐 给我们的祝福 让我们教会 能够建立 然后教会当中 能够有这样的 各种平台的 具备准备 真的特别感谢 就是传道者 在我们教会 一起享受 全世界 也惊奇 真的不是普通的事情 一句话说来 夏一周 主日的时候 宣教大会 向着全世界 通过我们教会 去宣告信息 那一天 全世界的宣教士 在我们教会 一起集中 然后还有 中南美各个国家 75名的门徒 一起参与 我们来看一看 中南美现场的门徒 还有很多宣教现场当中 全世界的 属于现场当中的宣教士 一起在这里 蒙受神的恩典 那么神该多少程度的 祝福这个现场 你们去想想看 所以各位真的要把 这个怀抱在心去祷告 为此我们教会 能够去做些服饰 这个本身就是 神赐给我们教会的祝福 难道不是吗 这个真的是 祝福人的祝福 只有各位明白 这点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正确 蒙到神赐给的祝福 那么今天题目叫做 宣教一致 所以跟大家分享 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点 宣教地 当我们正确知道 宣教地属灵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会只去 进行传达唯独基督的宣教 无论任何样的宣教地 它都有属灵的事实 只有打开属灵的眼目 才能够看到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唯独见证福音 唯独见证基督 会做这样唯独的宣教 这是一致 现在很多的宣教现场 当然也花很多的钱 因为没有正确的宣教 越热心 后来怎么样呢 突然 但是真正的宣教 祝福是什么呢 宣教一致是什么呢 正确的知道 宣教地的属灵事实 越知道属灵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唯独基督 只有基督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答案 拿着这样的部分 叫做宣教一致 那么第二点 宣教一致又是什么呢 宣教与传道的主 主角被使用的人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平信徒 这些平信徒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自己所生活的现场当中 享受着现场宣教士的祝福 不是派遣一个宣教士 当然教会 为这个去做事 也是一种宣教 我所在的现场 通过我一个人 我就是这个现场的宣教士 各位要用这样的部分 去进行祷告 这要成为你们的中心 所以在传道宣教现场当中 神在每个时代 使用了什么样的主角呢 就是使用了平信徒 第三点 为了真的成就 宣教 我们要准备 未来的宣教 要跟大家分享这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点 我看看 我们所有的现场 都有属灵的问题 某一方面来说 强大国家也好 落后国家也好 不断地发生着 无法理解的事情 好像我在拼命地挣扎 但是却什么也成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 把这个叫做属灵的问题 属灵问题呢 强大国家 有强大国家的一个形态 那么弱小 幕后的国家 他也一让 一样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是属灵的人 那么属灵的人 来的问题 就是什么 属灵问题 生活好 也有生活好的属灵问题 只是看不出来而已 那么贫穷呢 也有这个国家的属灵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 上一周 在集会当中 伦敦集会的时候 我在主日 礼拜当中 也讲过这个内容 有一对夫妻进行面谈 他们是毕业于哈佛大学 他们是波士顿的哈佛大学 他们做报告的时候 说了这样的内容 他们说 每一天 这个城市 在这个大学 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人 聚在一起的这样的大学 每一天晚上 都会拿起警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教他们的这些教授 也是一样 有无法向人言语的属灵问题 特别的艰难 所以 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说 波士顿这样的地方 精英都因为 他们的这些属灵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 重活 只能自杀 所以每一天都会拉响警报 就是这样的 无法理解的 这么聪明的人 对吧 但是属灵的问题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胜过 而且是每一个人 长久以来的问题 是体制当中 长久以来的问题 也叫属灵的问题 那么这个属灵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自我中心 在自己的想法当中 陷入堕落的世界 不知不觉 就是产生属灵问题 这个世界 越来越是自我中心 拿着自己的私欲过人生 以堕落的世上为中心过人生 所以就会有属灵问题 结果呢 自己里面 长久以来的 已经形成体制的这些东西 某一天就显出来了 这叫属灵问题 所以实际上 很多的人 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困难 他们是因为属灵问题困难 所以不安 所以抑郁 所以恐慌症 越来越多的恐慌症 抑郁症会急速增长 为什么呢 因为是谁都无法阻拦的属灵问题 所以撒旦的战略12个 撒旦是拿着属灵的问题来做攻击 我们要打开看到这些事实的属灵眼目 所以真正要受到训练的是什么呢 每个国家 到底撒旦拿着12个问题 是怎么样在进入呢 我们要打开看到这一方面的属灵眼目 这是训练当中的训练 各位能够理解吗 撒旦拿着12个战略 某一方面就是陷阱 以及网络框架 拿着12个战略去攻击 能够正确看到12个问题的眼目 我们要有这样的训练 因为这种训练没有办法形成 所以某一天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只能束手无策 无论是谁都有这样的问题对吧 我们要打开看到属灵问题的眼目 看到的时候就会知道 有答案若不是基督绝对不可能啊 所以实际上的属灵问题 拿着什么才能够医治呢 要兴起属灵的医治 肉身有问题 拿着肉身的去帮助 当然肉身的帮助也可以是有一些帮助 但是不能得到根本的医治 真正的医治应该兴起属灵的医治 所以呢 非常清楚看到这些事实的彼得 在《使徒新传》三章一到十二节当中 向着天生的瘸腿人说什么呢 发现他的问题并不是给他几个硬币就能够几个问题 不是把他背到这个美门口 让他得硬币 这个发现做这一点并不是真正的帮助 所以彼得定睛看他说什么呢 金跟银我都没有 但是我要把我的给你 奉拿三了人耶稣的名起来行走吧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瘸腿的人站起来开始赞美神 瘸腿的人站起来不是问题 他赞美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兴起了属灵的医治 这是世界现场需要的 大家也非常清楚 保罗所有的事工 除了《寻传》十三章 十六章 十九章当中 因为迷信 巫术法事 偶像被掌控的现场 不是简单的迷信 不是简单的巫术法术 因为是属灵的问题 所以兴起属灵医治的时候 就开了非常大的传道宣教的门 要打开看到这一现实的 这一事实的眼目 当我们的宣教现场 能够打开看到这一属灵事实的眼目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基督是答案 没有这个答案 所以就会被欺骗 努力了 但是会疲惫不堪 自己还会有属灵问题 最后艰苦难行 正如此 我们教会呢 在重要的宣教现场当中 为此去祷告的时候 各位为宣教现场祷告的时候 真的愿他们能看到 现场的属灵问题 而且能够去做现场的属灵医治 这个时候新奇的 应语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若不唯独是基督的 绝对不可能 会有这样的答案 若有唯独基督是答案的 那一个宣教士兴起的话 在这个现场 因为那一宣教士会被救活 不是需要很多的人 我在巡回事故当中 我发现 大家都说唯独基督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 宣教牧会 我自己也是一样 服侍着各位 当然我讲唯独基督 但是我自己呢 我自身 在神的面前 真的是唯独基督吗 我每一天 对我自己都会做检验 比唯独基督 我更在依靠其他的 更在抓住其他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常常对我 每一天做检验 所以我们看现场 如果知道 唯独基督这一点 明白这个是答案的时候 我相信神会把一切的答案 给这个人 若不是基督 就绝对不可能 当知道这一事实的人 如果这样答案的人 在现场的时候 一定会救活整个现场 如果这样答案 去帮助宣教士的时候 也会救活这样的宣教现场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节 也许你们没有办法 去当宣教士 但是呢 我们把它接待为 门徒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呢 得到门徒的奖赏 我们把它成为 祭司长接待的时候 我们享受这样的奖赏 对于传道者 哪怕是一杯凉水 也一定会得奖赏 唯独基督有答案 去帮助宣教士 你们的祷告物质 与永远的应允息息相关的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节 四十二节的话语 各位真的要去讲授这个部分 去找到这一部分 也许我没有办法去到宣教现场 但是呢 一说到宣教 我们跟别的不一样 当然宣教的话每个国家都有 是吧 但是我真的常常感谢的 就是什么呢 别的教会 一说宣教奉献的话 很多的教会都并不把这个 看得很重要 但是我们哈纳教会呢 十分之一宣教奉献 认为这个是当然要去做的 大家都把这个怀抱在心 而且连初的时候 在管家主日 大家对于宣教奉献呢 以及建筑奉献 我们会有这些决断的时候 大家都会这样去线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教会整体 都怀抱着这种宣教的理念 实际上很多的教会 就只是觉得宣教应该去做嘛 所以就做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 并不是这样 把宣教怀抱在心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得对的 但是真的是什么样呢 我们教会一说的宣教 就是这样的 财政局的局长 还有我们宣教局的局长 大家都在这 每到连末的时候 都会有宣教这部分的 预算与结算 常常看到神 非常充足地赐给宣教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的 也给我们开这种宣教的门 所以各位一定要铭记在心 我们接待他为门徒的时候 就会蒙到门徒的祝福 我们接待他为先知 就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哪怕是一杯凉水 也不得不能得赏赐呀 所以呢 我们是唯独基督 我们要享受 兴起这样的宣教士功应允 愿所有的宣教 现场的宣教士 唯独讲基督 不是各样的活动 而是唯独只讲基督的宣教士 我们为他去祷告 其实他挨饿 他也要这样去做 哪怕是我们挨饿 在宣教的现场 真的只讲唯独基督 只有这样的宣教士 才叫宣教士 如果我们通过祷告 去帮助他们的话 那么我们相信 神的恩典就一定会 领到你们的事业现场 祖南栽秧就是宣教 所以你们为宣教 去祷告的时候 神一定会赐给 各位家门里面 隐藏的经济祝福 各位一定会 享受这样的祝福的 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享受 这样的恩典祝福 我们要看到 宣教现场的属灵事实 需要这种 看到属灵事实的训练 第二点 无论什么时候 传道宣教 事工当工 被使用为主角的 就是平信徒 那么如此看来 神 呼召我在这个时代 为传道宣教的主角 每一个时代 呼召为 传道宣教的主角 就是平信徒 那么这个时代 我相信神为了传道和宣教 呼召的我和各位 我们看一下 初代教会 的七名指示 他们全部都是 现场的宣教士 斯蒂凡 去到现场 传福音 被石头砸死 菲利 去到撒玛利亚城 见证福音 一次都没有 见证过福音的 撒玛利亚城 完全陷入了 堕落 成为了 汇血民族 犹太人 说撒玛利亚城 都不跟他们来往 但是呢 菲利去到撒玛利亚城 见证福音 怎么样呢 那城就大有欢喜 他们全部都是 如出一辙 初代教会的七位指示 全部是现场宣教士 初代教会 他们的宣教士 在现场兴起 代表人物就是 七位指示 因为初代教会 兴起了现场的宣教士 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完全需要这样的 宣教现场完全有了 对宣教士的邀请 所以宗教改革 路德说的是什么呢 万人祭祀长 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 说的就是万人祭祀长 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有人 都是现场的宣教士 正因如此 大学现场也是 有了大学宣教士 如果你们是在大学现场 或者说你们在做事业 那么就是大学的宣教士 是事业的现场的宣教士 那么你们去学校是吧 那么你们就是学校现场的宣教士 如果你们上大学 那么就是大学里面的现场宣教士 我们教会也是一样 大学生你们去大学上学 不是随便去读书 你们是大学现场的宣教士 我只是去上学 和我是去这个学校 做救活现场的宣教士 那么差异是完全不一样的 谁都不愿意去救活 这个事业的现场 但是你是做事业的 在这个现场认为自己是 做事业的宣教士 那么完全不一样 神把你派下这个现场 是为了做现场的宣教士 军队呢 很多人去军队 看起来很正常 一去到军队 就变成有属于问题 军队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军队生活 现在跟以前比的话 听我们Ramont讲的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他们跟我这样说 然后我说 你马上这么大了 我说你怎么就 这么快就退役了呢 我看到他们 就是去完军队现场 我觉得哪有受苦 因为我当时当兵的时候 就是比较舒适的当兵了嘛 我自己看我自己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劝师 做这个军队地教会的时候 然后让这些去军队服役的 Ramont过来跟我问候之后 然后去 我常常跟这些 Ramont分享的是什么呢 你去军队的时候 一定要去学会享受 那么有属灵的力量 才能够去享受 对吧 反正要不久 你会退役嘛 然后还跟他们说什么呢 你虽然是去军队 但是你是军队的宣教师 带着这个中心去 其实我在军队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当时是非常一个舒适的军队生活 但是还是有属灵的问题发生啊 因为没有办法自由的这个本身 就让人有问题 现在说的话可能有点奇怪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那么听 现在说去军队的话 谁都可以自由拥有手机 然后呢 有的人在军队里面 拿手机还可以玩股票 不管怎么样 就是军队生活 还是会跟社会有一些断绝嘛 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 跟社会的这种隔绝 隔绝的话 不知不觉就会产生一些属灵的问题 而且因为是 一些同性聚在一起 那么这个男性都聚在一起 也会有一些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在军队当中也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跟大家所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要不是带着军队宣教士的这种状态去的话 不知不觉就会受到军队的影响 所以各位每一个人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现场 跟我来一次 跟我来一次 我是 我是现场宣教士 各位真的不要错失这一点 如果你是家庭主妇的话 那么这是家庭主妇的家庭宣教士 各位要带着这样的心情去养育子女 要去做家庭的服饰 你们去学校现场是吧 那么你是在这个现场当中的宣教士 马丁路德说什么呀 说的万人祭祀长 就是意思 我们所有人都是现场宣教士 平信徒是现场的宣教士 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平信徒是现场专业技能宣教士 将来专业技能宣教士 也就是平信徒宣教士 平部会者更加能够容易打开门 我们看一下 跟保罗一起做事工的 白基拉夫妇 他们是专业人士宣教士对吧 白基拉夫妇他是做什么呀 他是做帐篷的 是做帐篷事业的 他们是专业人士宣教士 还有跟着保罗一起记录 保罗宣教士工的人 他是谁呢 使徒行传是谁记录的呢 以撒指示 使徒行传是谁记录的 是路加记录的 路加的职业是什么呢 他是医生 医生做帐篷的人 现场全部都是专业人士宣教士 他们跟保罗一起做事工 所以完全不一样 如果各位你们的技能成为专业 凭信徒宣教士去现场的时候 那么真正有祝愿各位享受 你们的事业能够因着宣教被救活 将来穆斯林圈也是一样 实际上没有办法讲福音的穆斯林现场 如果你们作为专业人士去到这个现场的话 自己的事业也成功 拿着这个事业干嘛呢 静静地按照神开的门去讲 唯独福音 因为你拥有唯独福音的时候 神必定会开门 他这个时候去见证化也就行 现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者 他拥有福音 但是去到中国的现场去做事工 然后因为你去这个现场做事工 一个月两次三次 大家看到这个人就是不一样 特别幸福 觉得你很奇怪 为什么你能够幸福呢 在这个现场是没有办法去传福音的现场 对吧 但是呢 通过神赐的这种见面 然后呢他跟他这些见面的人在讲着福音信 即使再怎么阻拦 但是我们确信地拥有福音的时候 神一定会给我们打开门 一定会加添需要福音的人 不管怎么样 有需要听福音的人 对吧 这些人神加添给谁呀 对吧 拥有唯独福音的人 神才会把这些人加添给他 对不对 真是如此 所以我跟他说这样的话 他在中国做着这样的事工 所以我跟他说 不要想要做什么 你们只要享受这个福音就行 就是舒适地享受这个福音 如果门打开了 你就去讲就好了 不要有什么负担 享受这个福音就行 真的就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传福音的现场 但是只讲基督 是这样的一个现场 讲基督 讲福音的话 就被抓走的这种现场 但是有人过来问 你怎么幸福呀 看到你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幸福 那么就跟人讲了福音 但是怎么样呢 然后这个人听福音的时候 说这样的话 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曾经给他留下了遗言 一定要听福音才行 所以重要的是什么呢 技能平信徒宣教士 如果真的确信福音的时候 准备的时候 是一定会开门 某一方面来说 将来的这个传道的门 比牧师而言 技能宣教士 专业人士宣教士 肯定会开更大的门 所以各位一定不要 错失这个部分 现在真的每个国家 有很多的专业人员宣教士 我们也派遣这些人去现场 将来真的需要有更多的 平信徒专业宣教士 去到现场当中 然后我们也要去做这样的祷告 愿兴起更多的平信徒宣教士 第三点 未来宣教的准备 未来宣教准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寻找人们 给他们种植正确的宣教思想 在派遣 现在已经来到我们中间的TCK 他们是门中的门 愿这些TCK 就是来到我们现场的TCK 愿他们通过我们教会 尽情地在这里面享受 然后玩耍 并且能够正确地蒙受福音 刻印福音 正愿如此 你们看到每一位TCK的时候 要把他们怀抱在心去祷告 也要给他们力量 将来 未来宣教士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准备软末的宣教士 那么在这个事工当中 能够非常重要被使用的 就是TCK 现在我们教会在论功 有二三七光中心 他们也是跟这些孩子们 一起踢足球 一起玩 为什么要踢足球呢 因为愿这些TCK 跟他们一起见面的过程当中 通过福音 把他们确立起来 然后派遣到他们的国家现场当中 所以各位将来 一定不要错失TCK这样的孩子们 多民族当中 外国人当中的这些TCK 而且我们将来要训练 软门次去派遣 欧洲派遣宣教士来到韩国的时候 这些年龄层什么呢 二十多岁的年龄层 英国来到韩国的这些宣教士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当中 蒙受神赐给的恩典 要去宣教 当时的韩国是什么样的呢 真的是一片漆黑的韩国 宣教士也说了对吧 真的是一片漆黑 看不到盼头的韩国 但是他们来到这样的韩国 宣教 但是现在的韩国 怎么样向全世界派遣宣教士 这样的宣教祝福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是根本都没有任何名气 没有任何排列名字的韩国 他们有宣教士来到这里去宣教 通过他们宣教传达的福音 蒙到了福音的韩国 把这个福音再去传达 向全世界派遣宣教士 这该是多大的祝福呀 对吧 这一切全部都是从 Ramford 兴起的 正因如此 后代 愿他们能够拥有正确的宣教精神 能够传达正确的宣教做工 愿我们能够去做祷告 正确的宣教事工 能够传达给我们后代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一下 约束亚与加勒 摩西跟加勒 在座的各位连长的一代 愿你们蒙到摩西与加勒的祝福 摩西虽然120岁 但是却两眼清晰不昏花 加勒虽然85岁了 却依然在被神使用 我们不仅仅是说像摩西像加勒一样 我们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摩西留下了约束亚 那么加勒留下了他的女儿与你去 就是说正确的允许传达给了后代 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有正确的宣教精神 要向着我们的后代 向着我们的伦目的去传达 当这样的时候 神一定会赐给各位 蒙受不一样的英典跟祝福 看韩国的宣教也是一样 我觉得韩国的宣教是真的被正确的引导 韩国的宣教是怎么样呢 韩国宣教是怎么样呢 先树立神学校 树立门徒 然后呢 进入什么样的领域呢 树立了医院建立了学校 然后进行了医治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全世界宣教现场都需要的这个部分 是要去完成的一个作业 是什么呢 来到韩国的宣教是 帮助韩国的时候怎么样呢 让韩国能够自立起来 这是韩国教会成长的原动力 所以韩国教会现在变成了 向着全世界可以去做宣教 能够担当重要的角色 是因为宣教是来到韩国之后 让每个教会能够自立 三点 建立神学校 树立了门徒 然后建立学校 建立医院 做了医治 帮助每个教会能够自立 所以呢 我们说 拿着这些物质去帮助宣教现场 也很重要 因为也有我们的导货在里面 是吧 当然我们也要为很多的宣教士 进行更多的经济支援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愿我们的宣教士 所去的这个现场呢 能够去帮助现场的门徒自立 然后又去到另外的宣教建厂 另外的宣教国家 又去树立 又去自立 我们要享受成就这样的应允 我们要成就这样的应允 我们的教会 也享受了这样的 愿各位祷告 愿我们教会享受这种宣教的应允祝福 宣教士不是随便去一个地方做宣教 然后就结束了 当然他们去宣教现场做宣教的话 我们也需要给物质的支援 因为宣教现场很艰难嘛 但是真的 宣教士应该在现场蒙掉应允 然后呢 又可以去为别的国家祷告 派遣宣教士 我们应该享受宣教现场 成为这样的宣教士工 各位真的要去祷告 结论 神以宝座的祝福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面 实际 宝座的祝福显明的就是能力 那么 宝座的祝福赐给了谁呢 拥有神绝对心愿 宣教的人 神一定会通过宝座的祝福给他开门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 会以天上 地上的权柄与你同在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 因为我拥有天上地下的权柄 我就是宝座的祝福会与你们同在 宝座的权柄会赐给谁呢 直到地级愿去做门徒事工 享受宣教的人 神会与他们同在 以天上地下的权柄 与他们同在 见证他们话语的最后结论 宣教大会 宣教合宿 以及宣教庆典主日 还有中南美的四十日集中训练 我们现在已经享受了很多的宣教祝福 希望大家 我当然知道大家已经把这些部分怀抱到祷告当中了 但是一定要明白的就是 正确的宣教医治 我们要打开看到属灵现场的眼目 就是唯独知道基督福音的宣教士 要兴起这样的宣教士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怀抱在心 然后自己 各位带着这样的忠心 为这些宣教去做奉献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在的现场 每一个人都是现场宣教士 我就是现场的宣教士 我们要去为未来的宣教做准备 愿我们的后代 真的要他们传达正确的宣教精神 特别是后代当中的TCK 多民族当中的TCK 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这样的准备 愿他们能够拥有正确的福音准备 种植正确的宣教精神 能够去准备 享受正确的宣教应允 愿我和各位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以宝座的祝福 与我们同在 用主动民祝愿这些应允 赢到每一个人